Hello 大家好 我是FM 我是蕭巴 歡迎大家來到這個香港Pokémon的超級挑戰賽 BC 這個是第二場的BC 忘記了了 不過問題就是 因為今天是Top4 今天的比賽是因為人數關係 所以做不到Top8 的TopCut 但我們看到Top4 Semi-Final 的比賽看到左邊的Ivan 對右邊的Misplay FM 你先介紹一下 FM 你先介紹一下隊伍吧 看到Ivan的隊伍 他的兩隻傳說精靈就是 古拉多和月女 月女? 喂喂喂 月神啊? Lulala 再配上奇異花 前跑一虎 UB06 這裏是對雷石算 Tapococo 另一方面Misplay 就是由白龍和Grandon組成的隊伍 有這個 Williamsicott Catana Tapulady 以及Age Slash 雙鋼雙草 的組合 也挺偏頗的 但你見到他有很 有利之處 Misplay的方面就是 因為他兩邊的天氣 都是用Grandon為主 所以白龍來說 會有火系的BOOST優勢 其實今天的比賽 多不多白龍 沒有看過 是嗎? 但我看回之前的現步 上次的比賽 白龍都少了 現在再出來 白龍上來四強 可能看回 感覺小的關係 所以白龍出現的 比率上來 比MSS高 好 我們看到Ivan引了他的 次驗巧 和Lunaala 對著 Misplay的 風耀精和白龍 通常這個情況 風耀精 都是做支援的手 令到白龍 可以發揮最大效益 當然 風耀精除了 不同支援 例如 Tailwind Tornt等等之外 他都有攻擊技 他常見 有Moonblast 甚至是 用Focus Edge的Endeavor Endeavor Endeavor的招式 他的效用 就是把對面的HP 減到自己的血量 好了 看到Misplay 換走著 Vimscore 換入了Aegis Lash 這時候白龍 都換走了 兩邊都一起換走 換入的是古拉多 這個有點懷疑的做法 始終古拉多 和Aegis Lash 都很 某程度上 是受到Lunara的威脅 嗯 那 這個時候Lunara 就開了一個神風 和前跑虎 做了U-turn 對 那這個U-turn 情況之下 換入什麼呢 Coco 都不是不錯的選擇 始終 Lunara 如果有古拉多 或者現在都可以出古拉多 哦 但不是 他這個時候選擇了一個奇異花 奇異花 始終受惠於天氣的影響之下 所以他的速度成了2 是的 葉綠素這個特性 那再加上他 有很多個遮蓋是不錯的 例如說 有這個 Graslock 啊 slash bomb等等等等 都令到他一個非常有用的精靈 嗯 但是對著古拉多 還有 古拉多是OK的 因為他儲存技能 可以打下去 但是對著劍盾的話 就不太有效 那當然啦 這個有少許 trading的問題 好了 換走古拉多 始終受到很大的威脅 風雨精的情況 好了 覺醒之力打了出來 覺醒什麼呢 覺醒醒火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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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扣那麼多 因為 效果絕對 是還沒有受傷 除了拉多腳 recoil之外 當仔 好了 看到有turbo base 走出來了 明顯 Lashilamu的特性 就是基本上 破格 所謂的破格 即是不受任何對面的特性影響 在招式上 那 例如什麼招式 會不會不受特性影響 招式 招式什麼 即是已經超越了任何一個神 好了 這個保護走出來 這個時候 風雨精再補上一個順風 對 看到順風比對面的Lunar 走出來的原因很簡單 因為風雨精有一個Planster的技能 把所有變化技的優先度都是加一的 那現在就要看回 Ivan的順風 只剩下兩 turn 那現在這個 一 turn 只剩下一 turn 對 那如果可以過完這一 turn 之後呢 其實速度優勢會一直會是 在 不斷向下降 但當然問題就是 其實Lunar的特性是非常之有用的 它叫 什麼 就是多重輪片 多重輪片 那當然 多重輪片是不受這個 例如Turbo Blaze的威脅 因為它是加強版 是 好了 看到Endeavor 剛剛說完的Endeavor 走出來了 猛剛打了一半的威力 好了 Side Shot 處理 古拉多 都做了一點點威脅 那就是風雨精是100 就是HP 是 好了 我們看到最後決定 騙跑會做一個Lock Off 看到Grandon掉了的道具 就是Choice Band 來的 少了Choice Band 之後 MISPLAY 就多了些選擇 但當然就是少了它的威脅 那當然 現在 那當然 這個情況之下 Lunar 現在選擇 會不會做一個順風 或者什麼 但是這個時候 好了 還是換回風雨精 風雨精 其實暫時不是很大作用 當然 很多Endeavor 而且是鬼系 鬼系來說 就是因為不懂Endeavor 斷籃之劍打不中這個潛跑虎 非常可惜的一圈 好了 打完Lunar 做了很少傷害 因為剛才有這個 特性保護住 好了 Mungry Scream 真的出來了 應該會處理到的 這個Grandon 因為Grandon 始終它的特殊防禦 太低的關係 特殊攻擊的 Mungry Scream 非常有效 又少了一隻 二打二加上U-Turn之後 似乎它的優勢 都是 不斷 Ivan是不斷製造優勢 去威脅Misplay 這個時候 跑虎褲又換走了 換出來的 都是有葉錄素的 奇耳花 好了 但問題是奇耳花 就是U-Terize 沒有這個天氣 剛剛沒有天氣 剛剛沒有天氣 剛剛好遠了 好 風雨精走出來 對 當然 如果沒有計錯 的話 好像Telwing還有Turn 對 沒錯 還有Telwing 這個時候 白龍 打下去 奇耳花 就算沒有天氣 其實也會很傷 當然 要數 另一個問題 如果白龍 這一刻 沒有天氣的BOOST 情況之下 會不會處理到的Lunara 那就有點疑問了 好 看到Lunara 換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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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自然跑虎 火系來說 都能擋住對面的火力招式 威脅其實沒有用這個時候 好 看不見到呢 還是先用保護 首先 慢慢退均勻 這個招式 減慢了 大程天走出來 要的大程天 對 比較有趣的招式 比較少見 封用大程天 始終自己有關狼的關係 好了 Crossfire 打中 就應該是打下去 這個自然跑虎 好 有了晴天的幫助 雖然減半 但也非常高的工具 而且看到它 命慾 對 那自然跑虎 只剩下25%以下的血量 因為會用它的果實 回回一半的血量 現在晴天的時候 奇耳花又變得最快 對 你有沒有想想 就是 剛才用這個大程天 會不會是一個 MISPLAY 可能他當初覺得 大程天的時候 可以秒了跑虎 但現在做不到的事情 那當然跑虎 的位置本身是一個什麼 好了 打下來 剛才不見到任何的消息 好了 剩下一滴血 這個FOCUS-ACTIVE 這個時候 這個ENDETER 是否打下去呢 打到哪個呢 是跑虎 會變成一滴血 但問題是 U-turn 處理完這隻蜂妖精之下 4打1 就要靠白龍4打1 1打4 那問題就是 白龍有沒有他的 spread 我記得是沒有的 是沒有的 應該沒有 有熱風 有 不過你會不會用熱風 問題 就算有的話 可不可以不斷打中 還有 可不可以殺到 你不要忘記了 就是 好啦 那這個應該很 明顯的 Ivan應該會 贏到這一招 除非他按這個 Forfeet 按錯 對了 這個難一點 我們現在在看 MISPLAY 怎麼會去第二局 去調整 去對付Ivan 好啦 Sludge Bump 再加上 純風華 好像是Overkill 好穩陣 好穩陣 那當然 Crossframe 都是打出來 好啦 其實他也有機會 想試一下 血量上 當然是打出了其他傷害 對呀 都很痛喔 原來 在這個位置都可以處理了 對呀 可能對於Ivan來說 是很重要的資訊 那 之後這個白龍 都吃不到之後 那一下的 Sludge Bump 古拉當出來了 第四隻精靈 其實用了三隻精靈 去處理MISPLAY 這個情況 是很理想的 Ivan 這麼久都不需要 拿到古拉當 因為始終 他有需要 用到就是 即是 Active 天程 但是 別人幫忙Active 天程 暫時不需要 拿著自己的 古拉當出來 好啦 一場非常之 一面倒 所謂的 比賽 某程度上 我看到 MISPLAY 幫了Ivan很多 對呀 尤其是有些 債程天 自己幫他Active 奇異花 會不會 倒轉 等對面 開程天 會好一點點 即是 好像Ivan現在的戰術 都是這樣 自己一開始都沒有 放古拉多出來 對呀 但始終 MISPLAY 如果看下去 他的隊伍的結構 其實 古拉多基本上 不出場是不行 始終 因為Ivan 你看到隊伍上 設定上 他 大部分都是 古拉多比較弱的精靈 但是 如果不用古拉多處理 基本上 沒什麼渠道 你看看 是 打不到 很多東西 EGIS-S 都打不到很多東西 劍粉真的打不到很多東西 卡塔娜 或者打了一點點 看看他的配置 怎麼樣 但也是受到 Incinderall的影響之下 我都相對沒有看好 MISPLAY 這一場的機會 還有 剛才看到 月神 都比較難處理的精靈 一來是口血 二來 又不是很多技能 可以克制到他 還有 他的特性 也很麻煩 好啦 其實我們也要預告一下 我們的比賽 有 下一場是MSS 來的 18號 18號是一場 PREMIUM CHALLENGE 12月2號 就MSS 對啦 那外國來說 有一場大賽面前進行 就是 接下來的LATIN AMERICAS 的International Championship 當然 尤其是 有些外國的玩家 可能 剛剛看到 其實 網上有一個SENSION組 HONG KONG OPEN 給人帶 這一刻 因為場地等等的關係 即使SENSION組 還沒做到 不知道會在哪裡搞呢 今年的OPEN 甚至搞不搞到 這一刻也成為一個疑問 這麼 大個問號 那大家要繼續留意 我們官方的資訊 已經開始了 是啊 你說說說 咦 他們選了精靈 現在 Ivan那邊 就放了 潛華婦 還有 月神 然後 那邊有 白龍 還有塔普 雷利 好 我們看到雷利 用這個SYKIC SEAT 然後 令到自己特殊防禦 升回一格 那這個時候 雷利的場地 精神場地 都令到 潛華婦 沒有了她的先制 很厲害的Fakeout 那速度上 應該是 雷利白龍 之後到潛華婦 對啦 那就不知道Lunala 會不會是一隻 添滅的Lunala 還是Modus 的Lunala 通常來說 這個時候都重要 因為Lunala 它是97的總度值 那其實 雷利95 嘩 非常之 美妙 這個真的要看調整上是怎樣的 90% 所以這個時候 其實現在的重蠢很多都是調滿速的 是啊 這個時候就看到順風打出來 因為 會不會像驗考慮用其他東西呢 不對 這個時候是Moonblast 會不會是直接想處理了一隻Lunala 問題是 Crossframe 在沒有一個大晨天加成之下 會不會做到 搜到多少呢 對啦 要雙角 差一點 差一點啦 可能就是差大晨天那一刻 好了 一個Loghawk 打下來的Lechilamu 扣了非常之好的血量 對啦 怕了這個命玉下來 命玉扣了之後 都可能還可以處理了一隻Lunala 但問題就是 你會受到Lunala的威脅 剛才看到出招的順序像就是Lunala 本來就是最快的 沒有遇到順風的情況 對啦 順風之後Lunala 先打碟碟 好了 還有一個保護的 這個Lechilamu 都是小保守的情況 暗影之光 Moongriss Game 是打到Lunala 但是Lunala 加一的情況 會不會處理到呢 未必處理到 未必處理到 但總會有一個大傷害 對啦 打到黃血的情況 好了 一個Flare Beast 索性 直接處理到Lunala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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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時影響力不太大 這個很好啊 可以在這個位置 打低了這個碟碟 都算是一個不錯的一手 好了 現在等到就是 Ivan會不會 因為始終 現在只剩下 兩手 兩手 順風 會不會用順風去 對面的順風呢 其實都要的 想辦法 但是 在人家開順風的時候 有刨敲斧在 你放完順風 風耀精 要不就打到 血筋 要不就死了 當然另一個 關鍵就是 Lechilamu 上一圈保護了 做一個沒有用的 保護的情況下 這一圈又要 會不會有好會呢 無論如何 風耀精 總是要先下順風 好了 這個時候精神衝擊 Moon Glade Scream 會打到哪裏 打到白龍 受惠於 剛才塔普里莉的 精神場地的加成 所以照相片來說 就加了1.5倍 其實白龍來說 他的防禦 是稍微低於 特防一點 一點 所以來說 是多於 如果用Moon Glade Scream 就多了很多 頭一符這個時候 做U-turn 拆了他一血筋 希望不要打到他一血筋 又自己吃Annova 我比較痛 好了 奇爾花走出來 非常之微妙的一隻 因為他知道 對面剩下最後一隻 情況之下 奇爾花是會 直接受惠於 Gurlado 開個程先 這個奇爾花又 很棒 變得最快 當然 Ivan這下 都非常之 漂亮的 這個 處理手法 起一個switch的同時 都預測到 對面剩下最後一隻 的Gurlado 對面剩下 這個時候 奇爾花用了 這個 重成劍 絕對可以秒了 Gurlado Gurlado的重量 是999.99kg 是不是 好像不是他 是999.99kg 還是88 800多 好像Mega 都會重一點 未Mega 可能800多 這個時候 看到就是最後 Sideshot 都打死了 通妖精 我們恭喜Ivan 晉身決賽 劍鬼? 我們待會再見 拜拜